年輕華裔他們對於中國的一些憧憬對好奇 以及他們現在對去一趟中國之後呢 他們對中國的認知跟我們一些經驗的交流 我想在這裡先很快問三位一個問題 就是像剛才各位講的這一些 我想對很多人來說是非常想當然爾 因為全世界的人才都一樣 就是逐水草而居 哪裡有機會哪裡有市場 為了自己的事業跟發展 就是會傾向到那個地方 但是現在對你們三位來講 除了個人的發展跟前途之外 就是說這些比較商業或利益的這個之外呢 你們未來想要回到中國發展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特殊的意義 我想對我來講的話 因為我家人我父母 我的兄弟姐妹父母都在台灣 那我相信說我的興趣還是往亞洲發展 那那個亞洲的地方就好像是一個家一樣 也是那個像相親你遇到那些人也比較熟悉 那我相信還是覺得還是有回家的感覺 還是有回家的感覺 對對對 然後也對離家裡也比較近 可能會比較長去跟父母 你們兩位呢 我想就就我本身來說 我是覺得以華人為 我覺得這是一個華人為榮的一個心態 很希望能夠把我自己在這邊的學經歷 能夠有一天能夠帶回大中華去做發展 去做貢獻 這是我對我自己的一個人生的期望 所以其實也是 換句話說也是那種要回家的感覺 也是回家的感覺 好的我想這邊請Jonathan很快跟我們介紹一下 因為你們上次參加的是到上海跟北京對不對 那馬上在2007年又會有另外一個旅行 另外一趟旅行 我請Jonathan很快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2007年的旅行的一些細節 好 亞美玉山在明年的4月初會去拜訪香港跟深圳 那麼這兩個城市呢是我們精心挑選 然後香港呢是許多中國或台灣的公司有去IPO上市的地方 那麼深圳呢又是最近網路票選為中國最適合居住的城市 所以我覺得拜訪這兩個地方呢非常具有的指標性 那麼我們會去參觀一些高科技的公司 還有一些金融界的公司 那像是華為啊 匯豐銀行 香港證券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與有關我們明年亞洲之旅的細節呢 就歡迎您這個星期六在南灣我們有一個說明會 那麼我的聯絡電話是408-309-1783 那歡迎您就是打電話給我 那麼我會很高興的跟您介紹我們之後的未來的行程 對像剛才你們好像有哪一位跟我提過 就是說像你們這一次去的話 你們的團員當中有 呃有從比如說從原先是從台灣來的 有從這個中國大陸國內來的 然後也有從在美國土生土長的華裔 都是抱著同樣的心態 回到就是說到中國大陸去看一看同樣的心態 對不對 好的 我們接下來來歡迎各位觀眾朋友打電話 跟我們分享一下您的經驗 或者說您的想法跟我們互相交流一下 第一位是來自盛河錫的洪仙 洪仙您好 您好 我想請問這三位年輕小朋友 他們對中國 因為中國它是以人文文明 不像是西方社會是以科技文明 那以一個人文文明的國家 它人模比這個科學技術啊 各方面都比較重要一點 也就是中國人是求人不求財 在美國這邊是求財不求人 那有這麼一個衝擊 他們的年紀小朋友就怎麼樣去面對這些衝擊啊 對不對 洪仙您說求人不求財是哪一個財 就財 材料的財 OK 中國人他是要看這個人是不是忠心 是不是能幹 他不管你的才能不管你的專才 那在西方社在科學國家社會 他求財 只要你這個人是一個很好的專才 他不管你這個人的品德 沒有 好我們看看 謝謝洪先生 我們聽聽看這三位對於剛才洪先生講的 這個有沒有類似的這個體驗 基本上我覺得中國在一個轉型當中 在一個轉型當中的國家 我想他有很多的觀念 還有還有他的一些人為的一些思想方面都會做改變 我想我們大家都知道中國在這幾年來迅速發展 在各方面的表現其實都很讓人驚訝 那麼我覺得有很多的觀念就像這位先生提的這個求人不求財 那在美國的環境裡可能是求財不求人 我想因為我們現在講說現在的企業都必須走向國際化 那很多國際化的一些價值也會帶到中國 所以我想這個這個轉型中的中國會有一些思想上的改變 所以我想如果你具備有良好的條件 我覺得到哪裡都可以百戰百勝 所以三位都是還是信心滿滿 信心滿滿 好那就先也祝福你們就是在外來一些發展都可以非常的順利 非常謝謝 謝謝三位今天播空到我們節目當中 跟我們分享你們的看法 見聞一些經驗的交流 非常謝謝 各位觀眾朋友也感謝您今晚的收看 祝您晚安 我們再會 我們來看看 這個節目是 富士通的提供 我會有一個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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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在這裡 我會有一個網友 富士通是開発的 空港的廣大物物 一隻一隻追跡得到 無線ICタグ 哇!那是很棒的! 物流システムを進化させるのも 富士通です 大リーグ遺跡を目指す 阪神の伊河京都市